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在金门前线里面误大看不清楚 错杀了三名越南难民 而面对其他祈求活命的孕妇小朋友 当时旅长的决定到底是什么 搜到打的不是对岸的敌人 而是孕妇的难民 船上的十多名孩童 妇女 击众位甚至是孕妇 他们的亲眼募集军方的误杀 旅长担心如果幸存难民 把事情说出去 恐怕不只受行政处分 这是旅长下的决定 一不做二不休 许骗 那没办法就把旅上直接吸走 还有受伤人 通通通都搬到那个沙滩上 那一上岸他就跪着 跪着就是在求饶命 那这个连长就是问这个旅长怎么办 那后来旅长就是一点头 那后来就其实就开枪了 因为他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断气 然后清点尸体 但就在这个时间时候 有一个人突然活过来了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 说都是中国人 何必这样 是有一个比较高阶的军官 就过去一枪把他毙了 因此也要喊出的最后一句话 震撼当时正在埋尸的士兵 据传有些难民是活生生的被倒地上中 隔天军方再度来到现场准备上船清点尸体 没想到却发现有小男孩 就是在事发当地的沙滩 就现场把他埋下去 金门是海防最前线 时时刻刻戒胜恐惧 只要任何人上了岸 不管是谁 就是海防没顾好 清则行政陈储 重则遗送军法 但灭口的二十条命都是无辜的难民 即使全岛被下了封口令 事隔两个月 小金门的屠杀事件 还是传回台湾扶上台面 前总统蒋经国震怒 特派调查团怨赴小金门 这时金防部司令竟然再度下令 湮灭证据 那这个调查团出现之前 金防部就来了一个命令 他们要召集所有的军官以上的干部 包括御官 到现场去移使 现场把沙子挖开 把这些人全部清理出来 那清理出来之后 他们要准备把他移到一个 远离事发现场的一个小山丘上 军中的潜规则 一旦出了尸击后 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就是趁共灭阵 用水泥把整个覆盖起来 让事后人不会不容易发现他的位置 如今这些遗体还躺在废弃的哨所前 没有被证实的安葬 几年前 时任连少卫排长刘文孝 以军事杂志总编辑身份重游就地 派下当时案发现场沙滩 却也看不出案件 但岛上居民说曾经看过穿着越南服装的人影 在沙滩上游走 当时有一说这些罹难者可能是大陆人 从防御一度声称打的是中共渔船 多年后 好国村的日记解密 被打死的都是越南人 总部发表信念 对该报表示严正抗议 严正抗议 遇到时后就否认 这就是当时国防部的态度 时任国防部军事发言员张会员 这一位否认的事件 比发布的新闻还要多 而被媒体信呈 国防部军事爆顿员 从张会员到曹青森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事实 他们应该来讲 当然他们是奉命 但是你经常否认 而事后又被证实的话 这个对军方的发言的公正性 客观性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集体灭伤太大的出路 三军官兵强烈不满 不要用耸动的援引 制造社会观 这是一个标准的模型 从26年前的三七屠杀事件 到现在的红重囚案 军方依旧不承认错误 即使被究责也有底下的人 但罪名 而下命令的大官安全下车 最后都是那些小兵客人 你看大的像赵万富什么 他靠在好房村旁边 他没有事 就是小金门的指挥官 1587的师长巩立 那这个就是想说 还有其他这些旅长 营长 连长 都交军人的审判 当然最后审判的结果 当然就是这些小基层的军官 就总说坐了几天牢 等到那个风声过了以后 我觉得大概就是 借机就毁了 小金门三七屠杀事件录 当时的金门防卫司令赵万富 调职的三军大学 没想到不到两年竟然有 积极寺的晋升 转回陆军副总司令 而当时的小金门指挥官宏立 数据发生判路 开客的三军大学男人 参谋长悠行贷退 反观东庄营营长刘裕 被遗雾鹏连续杀人罪 判刑中年十个月 在狱中还被毆打 恐惊以后更被迫出意面词 调判刑 对比金玉红众秀案 是否有些刺激消息 发生在台湾各角落的奇案怪案 还有观众喜爱的重案实录 及第52法庭单元 我们从真实故事中 近往之来 记取人生经验 请你锁定每周日校 1点首播 每周六校4点重播的 台湾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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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周见